聽眾朋友好 您現在收聽的是中國經濟熱點 首先請聽內容提要 川普 我推遲了中美貿易談判 因為不想和北京對話 北京在讓步 中美每週通行航線增至8個 跨國公司簽出 北京寫字樓控制率上升 租金降低一半 跨國公司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中國出口佔全球份額下滑 下面請聽詳細內容 川普 我推遲了中美貿易談判 因為不想和北京對話 美國總統川普週二表示 他推遲了與中共的貿易談判 並表示 他現在不希望與北京當局對話 川普在亞利桑那州油馬市的選舉集會中說 他上週末取消了和中方的貿易談判 因為北京對疫情的處理簡直不可想像 他說 將來會看看未來是否退出中美貿易談判 中美貿易代表原定於上週六 討論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執行情況 但這些談判被無限期推遲了 路透社的消息人士此前指出 該談判的突然取消是因為時間調度問題 由於中共高層在北戴河召開的會議沒有結束 中方談判代表劉鶴無法參加談判 此外 也有美媒消息人士稱 美方準備讓北京購買更多農產品以落實協議 在中美貿易談判推遲後 川普週一表示 中方將繼續購買美國牛肉 大豆和玉米等產品 以試圖彌補中美之間的困境 在週二的選舉集會上 川普再次恢復了對中共的強硬言論 並表示 上週末的貿易談判推遲的原因 是他不希望與北京對話 我現在無法和中方對話 川普說 中方在疫情問題上的處理過於糟糕 這是中美停止對話的原因 北京在讓步 中美每週通勤航線增至8個 週二 美國交通運輸部表示 由於中方在談判中讓步 美方將允許中方的跨國通行航班數增加一倍 至每週八次往返 根據美方運輸部聲明 由於中方已同意允許 美國航空公司將飛往中國的航班增加一倍 美國將目前飛美的四家中國航空客營公司的 航班飛行次數增加一倍 達到每週八次往返 最新的聲明顯示 中美的跨國航線談判有所進展 自3月中共病毒疫情全球爆發後 中美兩國在運營雙邊航線問題上進行多次談判 美國方面在6月份一度宣布叫停中美航班 原因是中共對美國航班進行嚴苛限制 該問題已進一步協商後北京讓步得到解決 今年8月份 經過協商 北京同意將美國航空公司的飛行航班增至每週八個 美國聯合航空週二表示 該公司將從9月4日開始 將每週往返舊金山與中國的航班增加到4班 美國運輸部指出 達美航空也有資格 從每週兩次航班增加到每週四班 達美航空在6月份表示 該公司從8月24日開始 將每週增加運營兩班往返底特律與上海 西雅圖與上海 中途停靠首爾的航線 從而增至每週四個航班 美國運輸部表示 美國政府仍然希望 中方根據雙邊航空協定 恢復美國的全部飛行權 如果中方增加美方航班 美方將對等回應 美中協議允許兩國之間每週運營100多次航班 在疫情爆發前 中美兩國之間每週有80多個航班運營 中國民航業內人士林志杰告訴第一財經 美國的航空公司以及其他幾家國外航空公司的富航和增投運力 表明了大家對中國航空市場的信心 他認為 目前業界的目標是要逐漸增加國際市場上的運力 支撐人員的往來和經濟的復蘇 同時做好疫情防控措施 跨國公司簽出 北京寫字樓空置率上升 租金降低一半 受經濟下行和美中脫鉤影響 許多跨國公司簽出中國 北京等中國一線城市寫字樓空置率大幅上升 業主紛紛降低租金 北京金融街租金下降達到50% 財經媒體大貓財經8月18日報導 2020年第二季度 位於北京中央商務區的三星大廈軍工交付 可以給北京提供近10萬平方米的辦公面積 然而 中國經濟進入下滑通道 美中關係緊張不斷升級 全球跨國企業紛紛搬出中國 三星自己也在收縮中國的業務 北京的寫字樓的空置率越來越高 不要說新建成的辦公大廈 那些早已建成的寫字樓還有不少空著的呢 戴德良行的數據顯示 上半年北京的甲級寫字樓的空置率達到了16.2% 比2019年上升的7.3個百分點 是近十年來的新高了 石邦魏理士的報告也說 二季度北京的優質甲字樓的近吸納量為-3.87萬平方米 連續兩個季度負值 這意味著 現在更多的人在考慮的事情是退租 而不是租賃辦公室或擴租 即便更換辦公室 也是以縮面積降租金為主 以北京寫字樓的風向標CBD和金融街來說 空置太久了的業主很著急 開始降價出租 以前報價10-20元每平米每天的房源 現在報價10元每平米每天 如果這麼計算的話 租金降了45%到50% 大型甲級寫字樓如此 小業主們的日子更不好過 最近 小陽總是收到原房東阿姨的問候 三天兩頭的問 我再便宜點 你願意回來租嗎 然而 小陽的公司最近又才人了 他想換個更小的住處 不止北京這樣 整個中國的數據都很慘 現在一線城市只有廣州的空置率在10%以下 上海和深圳分別達到了20.9%和25.4% 比2019年上升了2.4%和9個百分點 而深圳前海的空置率曾達到過65.7% 近大半的寫字樓是空置的 大城市這樣 很多一線城市也很難 像長沙上半年整體的空置率已經達到了42.7% 再比如南寧 據稱空置率已經在50% 研究機構在2月份曾做過一次預測 中國主要城市裡面 空置率預期能下跌的只有瀋陽和成都 而在租金增長率方面則全線潰敗 除了廣州能夠持平 其他城市都在下跌 跨國公司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中國出口佔全球份額下滑 受美中貿易爭端和中共病毒疫情的影響 跨國公司正在減少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 中國出口在全球所佔份額下滑 有研究顯示 2019年中國出口佔到全球出口的22% 較2018年下降3個百分點 在消費品方面 中國出口的份額下降4個百分點至42% 英國金融時報8月18日報導 貝克麥堅石律師事務所和經濟諮詢公司 思路顧問公司的一項最新研究顯示 中國1200種產品的出口在2019年佔全球出口的22% 較2018年下降3個百分點 在消費品方面 中國佔全球市場的份額下降了4個百分點至42% 原本中國製造居支配性的產品也出現下降 如電腦平板的出口下滑4個百分點至45% 手機則下滑3個百分點至54% 數據反映了美中貿易戰的影響 部分廠商開始將生產線轉出中國 例如 全球最大的筆記本電腦代工製造商廣達電腦 已將伺服器的生產從中國大陸轉移到了台灣和美國 廣達為谷歌 亞馬遜 Facebook 等公司提供雲硬件 目前 美國對中共採取範圍廣泛的措施 旨在讓美國擺脫基於中國的供應鏈 美國總統川普週一誓言 他要在10個月內創造1000萬個就業機會 其中部分措施是為從中國欠回美國的美國企業 提供稅收抵免以及取消那些將業務外包給中國企業的聯邦合約 週一 美國商務部宣布 將擴大今年5月針對華為實施的半導體供應限制 幾乎切斷了對華為的所有芯片供應 貝克麥堅什律師事務所 亞太區國際商業與貿易實務主管安妮·比特德表示 疫情造成供應中斷後 企業紛紛尋求實現地理上的供應鏈多元化 構建更多安全防護層 並進行更嚴格的監督 炖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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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炖兒